當蘋果發表會之後 我們一些靠影片吃飯的 YouTuber 例如蘋果爹 賴瑞好飯 我們就在群組裡面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都要朝M1 Max的MacBook Pro 來當作目標去購買 嘿大家好平常我是阿康 前幾天呢 蘋果有發表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東西 就是全新的M1 Pro M1 Max的MacBook Pro 16吋 14吋 那很多人就有私訊問我說 阿康你覺得這次的MacBook Pro 到底該怎麼選比較好 阿康我本身在做一些文書處理 偶爾一些輕度的剪輯 這一次我到底該不該上到M1 Max 還是選到M1 Pro就好了呢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自己認為這次的MacBook Pro 到底應該怎麼選會比較好 而且比較適合你啦 那不管你有沒有想要購買 現有的M1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或者說你想要購買M1 Pro M1 Max的14吋16吋MacBook Pro 還有一個東西是你需要注意到的 就是你買電腦後的個人隱私 因為我們肯定都會需要 使用我們的電腦去網頁瀏覽 下載各種東西來使用的 要來感謝這部影片的戰鬥廠商 Surfshark提供大家最安全 最有隱私的上網環境 所以這時候就要跟大家分享 Surfshark這套VPN來保證自己的安全 那VPN是什麼東西 我相信大家多半都有一個基本概念的啦 除了網頁安全性以外 很多知名影音平台 例如YouTube、Disney Plus、Hulu 都需要掛VPN才有辦法使用的 雖然Disney Plus快進來台灣了啦 但是很多場合還是需要VPN 特別是你需要瀏覽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的網頁 甚至在下載APP的時候 不僅有這樣而已 我們都知道如果你在訂一些旅遊 機票網站的時候 某些網頁會經營你的Cookies 然後偷偷提高你的價格 這時候如果你有使用Surfshark這套VPN 就可以完美避掉這個問題 而且如果你有時候外出 要連客戶、廠商、他們公司的Wi-Fi 甚至要連其他飯店、咖啡廳的網路 這時候你也會需要Surfshark 推出兩則上下的訂閱優惠 你只需要購買一次 就可以在你的電腦、平板、手機上面 各種裝置互相的使用 並且他們也有30天不滿意的退貨服務 只要從下方的缺帳連結進去註冊 或者使用阿康專屬的折扣碼 你都可以得到這麼大的優惠 一個月只要花幾十塊台幣的價格 就可以保障你所有使用網路 所有使用電腦 甚至使用手機的安全隱私 我覺得其實以一個保險的概念來講 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啦 那我們回來喔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個結論好了 我也不跟你講什麼數據 例如蘋果在發表會上面都跟你講 什麼3倍、5倍、13倍 有的沒有很誇張好幾倍的規格數據 我竟然跟你講使用起來的體感 會是比較準確的 所以其實回歸到一個根本 結論就是如果你現在不知道該怎麼選 或者說你也不是靠這台電腦 來賺錢到養活你自己的程度 其實一律都建議最多買到5萬多塊的 M1 Pro、MacBook Pro就可以了 甚至現有的M1 MacBook Air、MacBook Pro 都對你來說算是足夠使用的東西了 完全不需要考慮要上到什麼M1 Pro、M1 Max 因為蘋果在發表會就跟你講了 這一次的M1 Pro跟M1 Max 就是給專業級的人士去使用的嘛 那講句現實一點的話 如果你現在還不知道你的需求是怎麼樣 那代表你還沒有那麼的業內 那我自己來講好了 說真的我的影片也不是說什麼多專業 規格多高、特效多多的影片 但是從2021一整年下來 我所有的影片全部都是只使用 最標配版本的M1 MacBook Air而已 那我的RAM甚至也只有8G 我也沒有給它加到16G 我整體剪輯下來也算是蠻OK的 甚至不要講我現在剪的1080p 其實很多人測試說 如果我現在剪的是4K 我給它疊個3到5成之間 那個剪起來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你輸出就要等稍微久一點而已 所以當然換個方向想 如果我們今天要買到的是M1 Pro跟M1 Max 我們要想的是說 這個省下來的時間 會不會提升我們更多的產能 或是要考慮到的是我們未來的相機 我們的拍攝是不是要拉到4K 60fps 甚至HDR等等比較高規格的影片 所以才需要拉高我們電腦的配備 讓我們的工作更加省時嘛 畢竟畢竟我也是靠剪片當飯吃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我要買的東西也不只是M1 Max的MacBook Pro 我還會想要去嘗試看看說 是不是要去購買Sony最新推出的AC4啊 未來是要拍什麼4K 60fps 甚至我家的布景都要再改變一下 是不是要找個工作室去搬啊 讓我整體拍攝的品質 讓觀眾看起來更加的開心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發現 我是很清楚說我的需求 還有我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然後再根據我的需求 去選擇我想要的配備 我想要的配置 我想要的規格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你今天有開口去問我說 你到底該怎麼選的話 代表你是絕對絕對不需要買到M1 Max系列的 從其量就是買到M1 Pro就好了 甚至也如同我剛才講到的 現有的M1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說真的頂多拉到16GB的RAM 可能也都很符合你現在的需求 畢竟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靠電腦啊 剪片啊 甚至3D建模 這些東西來吃飯養活你自己的 我相信你都會清楚明白 如果有機會上到M1 Max 會對你整體的工作啊 整體的產能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提升 讓你能夠賺更多的錢嘛 多話這一點說真的很快就可以回本也不算什麼 所以其實當蘋果發表會之後啊 我們一些靠影片吃飯的YouTuber 例如蘋果爹啊 賴瑞好飯 我們就在群組裡面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都要朝M1 Max的MacBook Pro 來當作目標去購買 雖然說我相信以我們現在拍攝的品質 我們使用到M1 Pro的MacBook Pro 14吋16吋啊 甚至現有的M1MacBook Pro 給它加個16GB RAM 都算是可以剪輯出來的 但是呢 為什麼想要追求到M1 Max 就是我們要提升最極致的效率嘛 我們可以省更多的時間 去剪出更多的影片來賺更多的錢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身材戲劇 我們願意多花一點錢去購買 就是為了要提升我們整體的效率啊 進而做出更好的影片更好的作品 給我們的觀眾去觀看 那大家其實我前幾天 有在我的IG或我的FBPO了說 我又買了一台M1系列的MacBook Air 給我新的剪輯師去使用 那這時候其實就有一些觀眾留言說 為什麼不等到M1 Max、M1 Pro的MacBook Pro 再去購買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現有的工作狀況 我也不需要用到那麼強那麼好的電腦啦 甚至我在開箱我之前M1 MacBook Air啊 8G的時候我就有提到說 現在這一台3萬多塊的電腦 就已經比我過去我花8萬多塊 買到15吋的Intel MacBook Pro還要來的強了 雖然說我剛才講到 我想要未來去購買 Sony最新推出的A74 去拍4K60fps的影片啊 提升我整體影片的質感嘛 但是呢各位不要忘記一個重點啊 現有的M1 MacBook Air MacBook Pro 也是可以完成這個工作的啊 當然客觀來講 整體效率一定是輸給M1 Pro跟M1 Max的嘛 但是呢 如果你把預算這個因素考量進來 你的選擇就沒有那麼絕對啊 畢竟我也是一個剛起步的頻道嘛 也沒有太多錢喔 所以呢我們回歸幾點來去做選擇啦 你只要掌握一下因素 你絕對可以選到一台最適合你的MacBook 第一個其實很現實也最簡單 你的預算到底怎麼樣 其實就完完全全照你的預算區間 下去選擇MacBook就足夠了 因為現在M1系列 它跟過去Intel系列的MacBook 算是效能天差地遠 不要忘記我只花3萬多塊的MacBook Air 8G的RAM 剪起來的效果就比我過去買到8萬多塊的 15寸MacBook Pro Intel版本還要來得強 所以真的不用想太多啦 就看你的預算到哪裡 你把這筆預算砸下去啊 這一台MacBook絕對帶來的效能是你可以使用的 你不用擔心說你花了很多錢結果跑不動 因為現在整體的效能 真的比起過去算是很不一樣 再來第二點就是說 你現在還沒有入手過任何M1系列的MacBook Air MacBook Pro 你還是在使用過去Intel版本的MacBook 其實也很簡單 先考量到說你過去的使用 你有沒有花到8萬多塊 去買到高階版本的MacBook Pro 16寸等等的 如果沒有 現有M1版本的MacBook Pro 你最多加到16G 你絕對都非常非常足夠使用 剩下不要等啊 還是買到M1 Pro、M1 Max 真的就完全回到低一點的預算考量啦 或者說你跟我一樣 你有沒有對未來的工作需求啊 想要提升整體的規格 整體的技術 那如果有的話 你再考慮說要不要先把這些規格買起來 那如果沒有 現有的M1系列MacBook Pro 都非常非常足夠啦 你可以看目前Geekbench跑分已經出來了 M1 Pro、M1 Max都完完全全海放 Intel i9高階處理器 而且最可怕的是 M1系列MacBook 它們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只要用很低的功耗 就可以達到很高的效能 這個效能都是Intel系列的筆電 它必須要用非常非常會發熱的功耗 才達到的效能 那各位不要忘了 只要你有發熱發燙的情況 整體的筆電 整體使用起來的感受體驗 就會大大的下降 所以M1系列的筆電 我覺得對於使用者 才是一個最好的使用體驗 畢竟它真的就不太發熱 所以回到這個根本 選到M1 Pro 就很符合95%到99%的人 族群的使用 再來第三點就是 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跟我一樣是靠這台電腦 賺錢來養活你自己嗎 如果是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 直接給它上到M1 Max 畢竟我講過 這個東西就是身材戲劇 因為我本身的上片頻率 算是非常的高 如果我本身每一支影片 我都可以省個半小時以上 代表說我每個月 我至少可以省到10個小時 10個小時對我來講 算是可以做蠻多事情的 甚至我也可以多做很多拍攝 然後拿去給我的剪輯師做剪輯 這個差價也會因為產能有大大提升 然後很快就回本 甚至我未來的使用 我也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其實也是個很簡單的判定方法 如果你本身買了這台電腦 就是要為你身材 你的生活做工作的話 那我的建議就是直接上了M1 Max 不要想太多 那當然這時候有人說 如果我要玩遊戲的話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買到M1 Max 給它規格加高一點 因為如果我要開模擬器 開Windows的話 我的效能就會再降 但是我都秉持一個結論 如果你本身你就是想要玩遊戲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買到M1 Pro的 MacBook Pro就好了 它跟M1 Max這個差價 這個預算 都足夠你去買一台Windows的電腦 你直接Windows的電腦下去玩就好了 因為很多遊戲說真的都不支援M1系列的MacBook 例如現在最近很紅的iPhone 愛神與我重生嘛 真的不要做什麼四倍公辦 加了很多配備 加了很多規格 花了很多錢買MacBook 結果給它開模擬器這種事情 我覺得就是上次不要買Mac系列的初衷了啦 反正不管如何到時候台灣正式開賣 或者說我真的等不及了 我也會去代購 正常就是買一台M1 Max系列的MacBook Pro 來開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心得啦 那最後還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訂閱 按鈕 按鈕 才能收到 未來的工作開箱有新消息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